MING PAIL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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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香喝辣造減肥 所以我們這一集 從頭吃到 爆到 都是讓你不用飢餓 也可以瘦下來減肥餐 辣拌 荔枝雞丁 很簡單 很簡單喔 有荔枝的味道 香氣也夠 這味道出來了 那大家不用擔心這個荔枝 不用嗎 真的不用太擔心 其實根本不到四分之一晚飯的熱量 說到真的 馬鈴薯煎餅 馬鈴薯煎餅 馬鈴薯不能吃你傻傻的 我會吃你傻傻 減肥吃這樣也太幸福了吧 比泡麵還簡單 這麼厲害 簡單態度 哇塞 好好吃喔 我覺得可以來上這一集 根本是很有福報耶 歡迎收看新大學的健康 健康最實在 歡迎今天的三位特別來賓 首先歡迎第一位 吳琪 哈囉 第二位 劉志翰 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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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學洪航 加油 這個減肥這兩個字啊 已經不是只有動作而已 是一種打招呼的語言 所以你有沒有在減肥啊 對不對 所以你瘦囉 對不對 但是減肥這兩個字啊 也成為現代的夢點 很可怕 每個人都在想 一個很討厭 就好像問那個手女說 你怎麼都要結婚那種感覺 差不多 差不多 我覺得你那個比較殘忍一點 對 你也沒有辦法結婚就是沒有辦法結婚 可是瘦人是每個人都有機會瘦 是 有機會 對不對 你看像殷琪 上一上來這邊 大了兩號 現在也滿明顯就瘦回來 你看看 我還可以拉正題囉 好 可以 要嗎 要嗎 可以 好啦 花了多久的時間瘦下來 兩個月 兩個月 瘦幾公斤 都有幾公斤 四五公斤 四五公斤是不是 可是我覺得不是 可是我覺得減肥不是 會講話 可以講話 什麼懷疑是 知道這次來潘老師在這邊 不敢亂講話 當然 對的 我覺得是那個身體的緊實度 以及你體內脂肪跟 那個肌肉的比例上面 讓你的曲線看起來很不一樣 很好 上一趟妳來這個節目是什麼時候 一個月前 是 一個月前 所以妳經過上次潘老師這個 小小的指點之後 妳有沒有覺得 功力大正 有土飛猛進了一下 有吧 對不對 今天節目啊 為了要 破除啊 減肥等於飢餓 所以我們這一集 從頭吃到的 哇 這麼好 好開心喔 而且不是只有我做 我們又請了客座的主廚 他們不能讓他下來吃一吃 大概可以吃到四道菜 真的好開心喔 因為啊 大家都認為減肥就等於餓 錯 那當然檢測先來 你們今天桌上大概就是 大家減肥的秘方嘛 是的 對不對 我想從運氣這邊先來好了 妳都吃些什麼東西 我追求是健康 這個地方不用先講 健康 然後又要均勻 又要瘦 所以我的食譜裡面什麼都有 因為你看 有蔬菜棒 妳這個不是昨天晚上從 那天帶出來的嗎 沒有 包包拿出來沒用 包包拿出來就有 你看它又瘦 對 又瘦又時尚 有芹菜 有紅蘿蔔 是的 好像沒有看到小黃瓜 喔 我先吃掉了 吃掉了 那另外那一盤是什麼 這一盤我也覺得非常好吃 這就是這些雞胸肉 然後再加一些蝦仁 你看它有海鮮 然後又有肉類 然後雞肉是 雞胸肉就是比較 對減肥是有幫助的 因為如果運動後或運動前 吃雞胸肉都是 妳什麼樣 妳什麼吃 天天吃 早中晚這樣吃 還是怎麼吃 我吃的方式是每一天 我最少有一餐是不是吃這一個 行不辛苦 因為沒有油嘛 對不對 是 沒錯 我們剛剛認為說減肥就等於是清淡 妳裡面有調味嗎 我調一些水果醋 聽了一點心 對 我會一直 所以妳的部分可能有效 但是是有點辛苦 我們這一集一直要強調就是 減肥根本不行 不急 來 志涵 我就是一餐會有 會有澱粉 會有生命志 會誇張一點 有滷肉飯 那 節制一點就是三明治 三明治 然後滷肉飯 滷肉飯耶 那妳吃這些東西會瘦下來 會 我覺得硬起會上吊喔 對啊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搭配運動的話 因為運動你消耗的卡路比 過多的時候 妳一定要先 預先充足妳的那個澱粉 先把熱量先補足了 然後再去消耗它 妳可能補足300卡 可是妳一次消耗1000卡 紅糖 妳那一碗是什麼東西 我不想解釋 我跟你講 牛肉蒟蒻麵 和一人薑 真的是蒟蒻麵 是不是 就是妳自己煮的還是外面買的 外面買的牛肉麵太油了 他們外面的牛肉麵上面都有一層油 豐名喔 沒有上當喔 所以妳到底誰幫妳煮的 妳自己煮的嗎 我自己煮的 怎麼可能 我跟你講 通常這看起來比較豐富一點 其實我自己在家裡 根本沒有吃這麼好 因為我在家裡可能就是清湯 對 然後牛肉 對 然後加點蒟蒻麵 麵加一點點而已 清湯牛肉 就是水 一煮牛肉 那叫刷刷鍋吧 好爛喔 對啊 不是 妳跟妳講比我還辛苦耶 不是 我覺得妳是蔬菜OK 對啊 就是蔬菜有牛肉 然後之後來兩捲小舉的 對啊 我心本是 我裡面也有加紅蘿蔔啊 那就是刷拉鍋加紅蘿蔔嘛 對啊 不是啦 就是一道牛肉清湯麵啦 妳覺得目前看起來哪一個比較好 我勉強了 因為三個硬要選 勉強喔 聽錯 勉強硬選的話呢 選劉志漢 欸 硬選的 對 舉弱麵輸了 還有一個每天在吃炒 然後吃麵味道的肉他也輸 雞胸肉他也輸 對 沒有熱量是不行的 為什麼你覺得劉志漢是比較好 我們基本上來講 就是 碳水化合物脂肪蛋白質 這三項一定都要進來 對 那所以至少劉志漢 它有麵包是碳水化合物 有澱粉 對 然後它有肉類是有蛋白質 對 然後呢 它肉裡面也有脂肪 也有一些脂肪 所以它基本上還有青菜 對 基本上它是還算OK 不過但是就是說 它的那個 那個 三明治看起來是 好像很差品質的 對 對 所以品質很差的原因就是說 你吃的不天然啦 你比如說裡面的 吃到食材 你吃到了牛腹 對對對 而且它裡面的那個肉 看起來都不是很 太厚的 加工 對 太加工 你講的針對 那那個 殷琦它最大的一個 它就是食材啦 對 不是 它最大的缺點就是 它沒有碳水化合物 喔 它沒有碳水化合物 在哪裡 來源 在哪裡 他老師在問在哪裡 對 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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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水果 啊 水果在哪裡 也沒擺出來啊 那紅糖這邊是很糟糕的事呢 很糟糕欸 完全 完全沒有蔬菜 欸 有欸老師 蛤 那我看那兩根 對我來講實在是 有喔 那個菜炸就不要拿出來講 那個實在是太少了 為什麼咧 因為我們其實真正正常來講 蔬菜至少要佔你全部餐的 大概至少一半 啊 你這個 你這個量太小 好 太小 你像那個 志翰那個量或者是 殷琦的量 看起來就還能夠 差強人一多 真的耶 對 那你那個青菜實在太少了 喔 所以這三組 我確定的一件事情是 這些都是 但是 我們現在要馬上請到 我們今天的客座組 哎唷 我說啦 我們這一集 一開始破題之後就馬上先吃 從頭吃到尾 而且到到 都是讓你 不用飢餓 也可以瘦下來 剩餐餐 來 我們歡迎 郭主義 郭師傅 喔 歡迎郭師傅 喔 你好 雖然 他這個身材也是沒什麼公信力 但是並不代表說 都是他吃 他可以做給人家 讓人家瘦 記住 這個叫做 吃香喝辣 也是讓瘦 哎唷 哎唷 郭師傅 我們今天帶來什麼樣的菜 今天帶來一個 蠟拌 荔枝雞丁 哎唷 蠟拌荔枝雞丁 我的最愛 脫哪裡的 我的最愛 脫哪裡的 你可以幫我升級嗎 拜託 因為我平常吃有點膩 我要哭了 今天的就要把你升級 哎 我們現在 我必須要講喔 他今天所做的菜 或是我待會兒所做的菜 我們今天是請營養師來 一個一個嚴格的罷關 把熱量算得很精準 把營養成本都算很精準 就真是讓你吃香喝辣 要讓我瘦 一定讓你瘦 這怎麼好意思 瓜哥一開始越瘦 不是 你馬上動手吧 包括我自己也要瘦 好 沒關係啦 教練不一定要會打籃球啦 要敲手 說得很好 說得很好 對 講得很好 好 再來呢 一樣喔 因為呢 我們荔枝的形狀的 就是像這樣子對不對 對 跟著荔枝的比例跑 跟它比例在跑 加進去 對 加進去 它的荔枝我不懂耶 等一下吃你就知道 那種的感覺 來 我們待會兒在試吃的時候 我們會把營養師給搬出來 對 然後就會針對它這道菜 如果說它超過已經破表了 它就 對 它壓力很大 壓力很大 不要這樣子啦 不行 既然要教人家族會吃好料鹹的 那就是 對不對 它一加這個顏色感覺會很漂亮 全部都是同級 最後就要加上去 那整個 也是一樣 也是勵狀 食意就出來了 對啊 你這個 為什麼要吃甜椒 因為這樣那整個口感會很驚酸 等一下 你這是涼拌菜是不是 涼拌 我們今天沒有爐子 在家裡 在弄到爐子的味道 很方便 包括今天我們在減肥方面呢 我們也可以吃香喝辣的 所以你把辣椒拿出來 對 辣椒的 對 然後現在要一隻兩隻隨便你們 潘老師適量的辣椒對這個減肥好像沒有效 對 這個生辣椒是對身體滿厚的 但是重點是你的腸味道不要有問題 然後呢 然後這個就是說你對辣呢不排斥 我盡量不要把它拌得很贏啦 沒關係啦 你說這個黃椒跟紅椒對不對 再加上這個雞胸 減肥也有辦法想像 可是加了利茄 加了辣椒 這個喔 等一下呢 把它做得有點甜甜酸酸的 好不好 好像在戀愛的感覺 對 利茄的感覺就像個減肥的大地雷 對啊 這裡面我們加一點鹽巴進來 比那個味道喔 好 再來還有糖 因為呢利茄它的甜味呢 我嫌的還不大夠 我們再加一點糖進來 糖也是減肥的一大殺手 這樣可以嗎 對啊 你待會兒可是真的會紅排進去糖喔 你先去吃吃看啊 加油 加香油 一點點就好了 有紅排耶 你確定 有紅排耶 沒有關係 我現在大膽的吃吃看 加油 哇塞 再來呢 我們醋呢 剛剛要加一點進來喔 醋怎麼樣 減肥就有用了吧 對 加了那麼多都沒有用 你不能有醋 減肥就有用了吧 就大聲起來 不能這樣子啊 沒有 它可以 卡巴掉喔 卡巴對不對 卡巴掉 對… 那是醋還是甲殼醋啊 對 我不太清楚了 我不懂喔 那這樣有沒有很簡單 很簡單 很簡單喔 有荔枝的味道 香氣也夠 對啊 有荔枝的味道 來 好不懂 這樣就好了 過簡單吧 在家裡不用那麼勞累 就可以吃到那麼好吃的 一道菜出來 就不用開火 就像這樣子 簡單 簡單 那還不敢給郭師傅鼓勵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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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郭師傅呢 他會不會紅排出場呢 我們馬上進行試試 好 今天特地邀請到 嬌小可安的營養師 劉一禮 來擔任減肥菜的評審長了 餐餐在他的把關之下 就能吃得好 又能擁有窈窕曲線囉 廢話不多說 馬上來看看 郭師傅的辣瓣勵志精力 會不會安全過關囉 有一次我幫你準備的 這個是紅排 好不好 如果待會兒你吃 你覺得不對 你一講不對 馬上紅排拿出來之後 郭師傅會從這個地方 跑到那個門 然後跑出去這樣 差不多就是這個意思 好不好 來 我們大家馬上來試吃 好 香是真的很香 那個雞肉跟那個荔枝 它一起吃會很棒 哎唷 好妙喔 他已經拌到那個雞肉 已經把荔枝的味道給吃進去了 還有一點像辣麻麻的 又甜又辣的 辣麻麻的好吃耶 荔枝跟雞肉很妙 它的辣椒會增加整個口感 會整個很想提振食慾 對 好吃 而且減 好吃 注意喔 好吃 林老師講說好吃喔 一般好吃的東西就等於是胖喔 是不是 好吃 在我們來講已經過了一半了 其實雞胸的本來 出席只是低子的肉類嘛 對 那今天郭師傅其實很聰明 他用了水果去露菜 那大家不用擔心這個荔枝 不用嗎 對 不用 來擔心 不用 減肥是冬粉越吃越胖 不吃白飯反而越減越賠 減肥時吃哪種澱粉類的食物 叫不易發胖 A米飯 B冬粉 正確答案是 A米飯 啊 什麼 他會吸油 所以他整個熱量反而是比白米飯都還要高 所以很多人都說我減肥吃冬粉吃冬粉 結果越吃越烤 減肥如果要成功一定要吃澱粉 減肥的吃澱粉有幾個原則 不是隨便亂吃 嘿嘿 該怎麼吃澱粉才會瘦咧 等等將減肥秘記全部傳說給你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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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